记者中志凯台北报道哈孝远图中天提供一人 诺觉得哈孝远情绪起伏很大 他起床气非常严 有一次他在高铁上呼呼大睡 整个高铁都是他 打呼声 每个人都在看 我觉得太丢脸就把他推 没想到这一推让惊醒的哈孝远气得怒脏话 做事要嫁拐子 然而阿诺还提到哈孝远很爱在 饮食捉弄他一定要看他生气才甘愿收手 哈孝则委去解释 阿诺前一天就已经惹到我 因为他 学姐我们在节目的互动关系就是我调皮时 他打我教训我 可是他每次都来真的 打巴掌比喻 大哥还大力 那我也没办法打回去 我就有点在 负他看他什么时候生气 此外阿诺还爆料哈孝 出外景时 经常和围观民众起冲突 观众来拍照 开始拍得好好的 他突然生气说我不要跟你拍 因为有人过去叫他大呆谈语 但我觉得是因 我们在节目上也常这样嘲笑他的体型 哈孝远则无奈还原当时情况 我很在意对人的礼貌跟尊重 那次在冰店录影 有个人直接走进店里说这间不好吃 怎么会来拍这家 录到一个段落后 他说 哎 大姑 拍张照 我还跟他讲要不要点一碗冰 真的很好吃 他还说我不要 这家很难吃 我就真的生气说我不想跟你拍 你要不要滚 吴宗宪图中天提供这让吴宗宪在小明星大根 听完则要他多一点忍让 不可理喻的观众蛮多 我遇过我在签名 旁边的冠来说那个又不红 你叫他签名 但我们吃这行饭的 就吞下去吧 我花个人 我思误 我 感谢观看